好来我们这边讨论indices的题目 application of indices so 我们知道5的家族 5 25 125 so 我的这一个125呢 是5 power 3 x 然后square root是1不2 然后这个是5 x 5 power 2 然后 x减3 ok 我可以把我这个乘上去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5 power 3 x per 2 乘5 power 2 x减6 等于5 power x 所以我的5 power 3 x per 2加2 x减6 等于5 power x 所以我的3 x per 2 这个3 x per 2加2 x的时候 它会变成7 x per 2 减6整个等于x 然后把这个帮过来 这个帮过去 然后它会变成7 x per 2 减x等于6 然后它会变成5 x per 2 等于6 所以我的x等于6 乘2除5 然后我拿到是12 per 5 所以我的x等于12 per 5 好 来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个7 x per 2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个它的分母是1乘2乘2乘2 3加4 然后7 x per 2 so只是我心算啦 我没有去把它算出来啦 那个步骤 ok so你也可以用你的计算机3 per 2 然后再来加2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7 per 2 这样 ok 同样的在这一边也是一样 我的分母乘2乘2 so 7减2 5 x per 2 就是这样 ok 只是我心算 然后我这边讲出来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81 27 我们知道3的家族 39 27 81 所以81呢 是3 power 4 然后x加1 3 power 3 2x减3 等于0 ok 然后我把我这个东西搬过来 ok 所以我就有3 power 4x加4 等于3 power 6x减9 所以我的4x加4 等于6x减9的时候 我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4加9 等于6x减4x 这个是2x 这个是13 所以我的x等于13 per 2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所以接着8248 然后8呢是2 power 3 然后这个是x加3 然后在这一边 他还有一个power 1 2 square root是power 1 2 然后这一个呢 我的E我把它想象成这个E是2 power 0 的存在 所以它是2 power 0 减挂弧x减2 ok 我的这个E我把它当成是2 power 0 所以我就有2 power 3x2 加339 9 2 等于2 power 减x加2 这个这样把它乘进去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那个power之间互相比较 ok power这边互相比较 就是说这个是2 power 这个2 power power之间互相比较的情况之下呢 呃 我全部一起乘2吧 ok 全部一起乘2 然后让他的这个 就会变成了3x加9 等于减2x加4 所以我就有3x加2x等于4减9 减5 5x 然后我的这个x呢 等于减5除5 so x等于减1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来自5的家庭 so 我的1是5 power0 然后25呢是5 power2 然后x加2 这个是5 power0 5 power3 然后x 所以他变成5 power2x加4 等于5 power0减3x 所以我的2x加4等于-3x 然后我把这个帮过来这个帮过去 所以我就有2x加3x 然后等于减4 5x等于减4 x等于减4 5 power5 哎等下有地方做错了 好 在这一边625 我这一个5 25 125 625 625 625其实是5 power4 来的 这一边这个我放错了 ok so 这个放错了 好 所以在这一边5 power4 0减4x 减4x 然后6x 然后他就会变成x等于减2 不3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呃 这一题跟刚才那一题 哦 他的2009跟2011的很像 呵呵呵 ok 好 其实是不一样了 这样 呃 同样的 5 25 125 625 so 这个是5 power0啊 然后sqrt25 我这一边这一个 这一边这一个 我可以很快的直接把它变成 5 power x 加2 等于5 power0 然后5 power4 挂5 x 减1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我的这个sqrt25 power x 加2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变成sqrt5 的power x 加2 sqrt25是5啊 5 power x 加2 这样 ok 然后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的呢 因为我们在formtree的时候 indices 我学过这样的东西 a power m 不m 是a power n root n 他也可以是 那一个 root n power m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啊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个 呃 我我 我就 把它变成了 呃 5 power x 加2 等于5 power 0 如果5 power 4x 减4 然后5 power x 加2 等于5 power 0 减4x 加4 很麻烦哩 算了 我直接把这个乘上来了 ok 这个跟他乘上来 跟他乘上来 所以我在这一边 5 power x 加2 乘5 power 4x 减4 等于5 power 0 然后5 power x 加2 加4 x 减4 等于5 power 0 所以在这一边的 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 他是 x 加4x 他就5x哦 然后2 减4 减2 等于0 所以我的5x 等于2 然后x 等于2 不5 好 就是这样 接着在这一边 这一个呢 跟刚才的 那个是一样的 3927 81 243 所以square的9 我们就直接变成3了 3 power 2x 减3 243的时候 12345 3 power 5 27 3 power 3 然后他这一个是2x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3 power 2x 减3 等于3 power 5 乘3 power 6x 然后也就是3 power 5加6x 所以我的2x 减3等于5加6x 然后我把这个帮过来 这个帮过去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我就有 减3 减5 等于6x 减2x 减8等于4x 我的x等于减8 除4 等于减2 ok 呃 我的刚刚这一个 square的9 power 2x 加3 等于 square的9 2x 加3 所以他会变成3 power 2x 加3 ok 好在这一边 这一个2的家族 248 4是2 power 2 然后2 power p加1 然后1波2呢 他是1波2 power 3 然后2p加6 ok 所以他这一个是2 power 2加p加1 乘是加2 power减3 然后2p加6 所以他这个就会变成2 power p加3 等于2 power减6p减18 所以我的p加3等于减6p减18 把这个翻过来这个翻过去 所以我的p加6p等于减18减3 7p等于减21 p等于减21除7 所以p等于减3 ok好 好在这一边 他告诉我3等于2 power y 8等于3 power x 还有我们find the value of xy 这里很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3等于2 power y嘛 这个是我equation 1 这个是我equation 2 我就直接sub我的equation 1 into我的equation 2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以为要做lock 可是实际上不用 你在这一边 你的这个8等于2 power y power x 所以他变成2 power xy 8是2 power 3 所以我的xy呢会是等于3 这个是我的答案 ok 好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3是2 power y 我放进这一边里面 然后我的8是2 power 3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2 power 3 跟这个power xy 我都可以直接这样对比 拿到答案了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这样 ok 好 这一题呢 如果我们用lock 目方法来做他反而更难呢 你看啊 我在这一边3等于2 power y的时候 我把它剔下去 所以我就有lock 23等于y 然后我的8等于3 power x的时候 我把这个剔下去 lock 38等于x 所以我的xy呢 会是等于那一个 lock 38乘lock 23 然后他就会变成lock 38 然后他就会变成lock 38 乘lock 3 然后我的那个lock 8是什么东西呢 lock 8呢是lock 2 power 3 因为我能知道8是2 power 3吗 然后3丢下去 block 3乘lock 3 然后我的这个lock 2 lock 2月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xy会是等于3 所以我们直接sub进去 比较啊 用indices的方法 容易很多 好 接着在这一边 他叫我们find the value of p and of q for这一个东西 诶有lock的我 ok so 这一题其实 呃我放错地方了 ok 他应该换去indice lock的那个部分 so 在这一边 我的3 power p 乘3 power 3 q 等于3 power 0 3 power p 加3 q 等于3 power 0 所以我的p 加3 q 等于0 p 等于-3 q 这个是我的equation 1 然后我在这一边lock 2 这个要change base so 我的lock 26 -lock 4 12 q-2 p 等于1 so 我在这一边我就lock 26 -lock 2 12 q-2 p 和lock 24 等于1 然后我知道lock 24 其实是lock 22 square 然后我会变成2了 so 这一个其实是等于2 然后等于2的时候呢 我可以全部一起乘2 乘2乘2 然后我的这个2跟这个2可以远 所以我就有2lock 26 -lock 2 12 q-2 p 等于2 ok 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比较喜欢把这个东西搬过来的 把这个东西搬过来 所以我就有lock 2 6 square 等于2 等于2 lock 2 12 q-2 p 2呢 我可以在这一边2呢 我可以2乘1 1是lock 22 所以lock 22 这样 ok 所以他这个是lock 2 2 square乘加是乘 12 q-2 p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它的6 square呢 lock 2 6 square呢 6 square是36 这个是4挂弧 12 q-2 p 然后把我的这个4 除下去的时候 49 36 9等于12 q-2 p ok 好 就是这样 ok 49 36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equation 2 ok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 1 into我的equation 2的时候 我就有12 q-2 挂弧-3 q 等于9 然后就12 q-6 q 等于9 然后就18 q等于9 所以我可以拿到我的q呢 会是等于9 18 等于12 然后我sub我的q等于12 into equation 1 我的p等于-3 乘1 1 2 等于-3 2 所以我的p等于-3 2 q等于12 好 就是这样 ok so 这个是属于indexus的那种 VR family的题目 来自同样家族的那种 呃2486的这种同样家族的题目 然后呃接着那种 叫拆开来做的题目的indexus的题目 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讨论